民进党陈俊宇他选上了立委 所以宜兰元山香的议员缺额 在4月13号补选 2月16到3月1号开放登记 这几天有一角逐的人 都到县选委会来进行登记了 民进党是不提名人选 所以民进党籍的前元山香带 这个蓝万亿 他是五党籍的身份投入选战 没有中党推荐说的就是五党 开放竞争也是中方式 大家不要为了这个破坏 这个东西要破坏 万一在妻子的陪同之下 前往了县选会来登记 以前先向这个香带主席许方明默哀 民进党本来进行党内初选 不过对于这个结果引发了争议 再加上负责提名小组的 香带主席许方明过世 所以最后决定是开放登记 原本打算参选的李子廷 在脸书上表态他不参选 由于这一战国民党也不提名 因此国民党的谢万德 也是以五党籍身份来参选 而另外还有五党籍的刘灿辉 也完成了登记 如果这个明天 原山乡长黄文如也来登记的话呢 4月13号宜兰原山议员的补选 将会是四抢一 四个人都是五党籍的身份 来进行参选的